人人都说是玩具 我就感觉不一样 野牛改进版 官方炒冷饭武器之一 要不是免费中 我才想超策划 武器能强化也能上配件 我强化的属性是 四伤害二命中 勉强还行 生化第一级几箱 巨蓝还不错 伤害重归冬菊 弹道也一般般 但是手感是真的舒服 谁用谁知道 再加上一束配件 我要高潮了 挂机半小时 累积满三天 直接能领取 别问怎么拿了啊 那它到底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 哦耶 好吊 我是小徐 今天来到了国服 给大家试一下 野牛改进版 也就是免费武器 三把中的野牛 然后这把武器 小徐今天上线 强化了半天 强化出了一个四伤 二命中 一甜蛋 以及一连射 再强化 我感觉我的四伤就没有了 所以说 我是不敢赌了 我们今天就先来玩一下 四伤的这么一个野牛 它的表现怎么样 然后这把武器 它强化难度 我个人感觉也是比较的高的 我听别人说 它的一个最优的强化节 是五伤三命中 是它最好的一个强化 也有说连射的 这个的话 我感觉大家怎么舒服 怎么来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 老规矩 先给大家带的是 身化Z的72尖 先给大家第一局 真实感受一下 它的武器的爆发力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小徐自己也试过了 感觉爆发力还是不错的 左剑大概是77 77一枪 打头呢 打头是1000多一枪 OK 僵射开多了 我们直接开六 500多 400多 打母体的话呢 稍微吃力一点点 来了不 缺爆Q 然后放木子弹 打身子140 打头200到500 不等的一个伤害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来到了沙漠一张地图 给大家实战 开始我们今天的野牛实况 我们来看一下野牛的表现如何 然后的话呢 野牛 我也是装了一个5G的攻击 和一个5G的移速 然后前面的话呢 有僵尸开局一只老母体 没关系 左剑稍微点住 左剑66发足弹夹 直接收割掉一只 往后拉扯 我们有5移速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竟然打头 漂亮 来了不 多 OK 很舒服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呢 也是有两个玩家在的 我们的话就这边收割残血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只满血僵尸 直接一梭子 大概打了55发 只带走了一只 好 这边又有一只 然后有两命中的话呢 比较舒服啊 我听我朋友说 他的话 有一格的后座 他的改进会很强 他的一个弹道位很舒服 听说啊 不过具体的话 我也没强化到啊 有点不敢堵了 万波子弹 卡 K 卡 防弹子弹 我第一局 感觉我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我们这边直接开不溜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哇 还是挺爽的 我们队友也相继开了一波溜 这个野牛虽然说他 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玩具啊 但是我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啊 没有说 特别拉库里啊 我们赶紧去检布补给箱啊 我操没子弹了 快走 呀没得 呀没得 啊 最近学了个新的日语 呀没得 呀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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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咋咋 来啊 开局一只小母体 怎么又是这个可爱肥肥啊 他的话我记得上一句也是母体吧 一刀左剑直接带走啊 不磨叽啊 我们五六一起开 是对他最高的敬意 敬 敬他是个汉子啊 开局两句都是母体 哇操 本来我是不信的 有人跟我说 小薛 生化机太变态了 连当我 让我连当三把母体 我想不可能吧 你应该再差连当三把 不太可能吧 后来有一次我连当了四把 我就知道了 连当三把太有可能了 后方这边估计有僵尸 后方这边僵尸挺多的 赢刀 刀一下 一只 不要贪 往后拉扯一波 我们六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太浪了 回到我们一线千 队友也在一线千待着 来了 来了宝贝 第二局其实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奔带野牛了 奔带野牛的话呢 它的属性会更强那么一点点 所以说我是 我是更推荐大家使用奔带野牛 别赌我 这队友在赌我 哎呀 这队友这个笨蛋 不但要赌我 还自己被抓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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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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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被抓 发的自杖 OK有一只隐身的小芭比 打头是200多打身的100多 我们开波5不要慌 我们的6全部送给他 开6之后的话是200多一枪 然后是因为是芭比的缘故 我们弹道是不好射中的这个僵尸 我们也不要贪 往我们的一线先拉 OK僵尸也开始变多了 这样可以变多了 我们只要盯着一只僵尸打就行了 尽量打残血 哎呀差一丝血你们看到没有 我真的要气死了 气死欧雷 好的这一局的话呢 小徐是选了一把加5的奔带野牛 照样是武功武移速 来给大家试一下奔带野牛 他的表现怎么样 一目了蓝啊 我们奔带野牛 他的主弹夹就比我们的普通野牛好 而且奔带野牛他强化的话不会歪 就那么几个属性啊不会歪 而且伤害一枪是有100多啊打母体 可以说奔带野牛是我们刚才那个 野牛改进版的一个稍微替代 你可以这样玩 第一局的话呢拿上我们的普通野牛 第二局就直接起上奔带野牛 后面的话呢你再拿自己的枪 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直接开波6我们看一下 开6的话呢400左右一枪 因为我们主弹就有70多发 直接就很轻松的收割了一只 而我们的那个野牛改进版是只有 大概多少发来着 有66发是加强了一格甜蛋 如果你是把甜蛋给拉满了三格 那应该是有80发左右的一个弹药量啊 我个人感觉是不建议啊 大家去强化一个武伤 我觉得挺 为什么这个房间僵尸老二被抓这么狠啊 我又变成幸存者了 What the What the F 果断扔掉我们野牛啊 我去 这玩毛啊 这个房间真的有毒啊 僵尸特别异常的凶残 我发现 我的天哪 赶紧溜溜溜球啊 各位赶紧溜溜球 小僵尸干什么 拿上我们的破晓黎明 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去这个破晓哥 这个野牛的伤害完全不是这个数值上 哎 来了小宝贝 左键点桌 来打头339 点射也不错啊 各位 不需要 必须要一直连射 哦呦 一梭子 打不掉 还得用近战武器补压伤害 第五局可以发现 明显拉酷了已经 捡个不几枪 我们主弹家好少啊 发现我们被弹 我们被弹只有300发 主弹家66发 也就是你换大概五次 你这个子弹就已经打完了 而且野牛的把枪 本来就射速快 对不对 本来就射速快 被弹更是不堪一击啊 只能这么说 还不溜 兄弟 送给你这个料 400枪 再见 啊 好的各位 那我们今天视频也差不多到这边了 然后野牛这把武器的话 那我相信我也不用继续玩下去了 大家应该也了解这把枪了 四伤的一个野牛 我个人感觉 应该不算在玩具的一个范畴 我个人感觉 他生化的第一局 表现还是不错的 如果有条件小伙伴 我觉得可以装一个六弓六仪 那么这把野牛在第一局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把武器了 不过你得注意好他的备弹 我感觉野牛这把武器什么都好 除了备弹 有点拉库 其他都还可以 不过六弓六仪 造价有点高 小区的话 还是更加推荐大家五弓五仪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属性方面的话 我推荐大家来最好 强化一个武伤 武伤二命中一后座 应该是这把武器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当然也是小区个人感觉 好吧 如果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 优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